现在开始两个大门往上对决,拳皇9,8C 按理来说,八十月的大门实力要比拳皇七王的实力要强一些了 没想到,上来就被拳皇七王先打了一个先手机会 拳中天地反,一刺,这里怎么长力头,往反边这里摔起来 可惜这次拳中露出破绽,被八十月直接反召一个天地反 八十月的招牌就是他的这个大门火狼 篮之山在这个版本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空中篮之山是非常高,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躲立,小心现在双方还是在身上立会 好,篮之山对战篮之山,你看后发先制 目前八九月被对方又扔到反边 进反边那就是雀王七王的一个表演时间了 准备下低头上浮一次 哎,多连了大哥,你这个失误 咱们戴九八队不强吗,戴九八队很强的 他的输出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修正的,打人非常疼 开个预言吧,我开个预言,你们可以参加一下,好吧 我的2002打得不错,哦 应该来看我们直播的都是经历过积极兵洗礼的兄弟们 对不对,都有共同的一个念想,一个回忆 大门连着看着爽 好了,现在拳王的招牌啊,九八队第一,草队已经出场了 我来看现在刚才是,还是想借身小条抓一个逆向判定 但是八队已经,太熟悉他的套路了 迈克兰的黑格之物之后,打完 没有结束,这里下逼子和划铲 再取消小眼镜啊,空头倒地追加 可以再抓一个推头 小草,第一草就这么没有了,太快了 你可以看出来,布置后的输出是多么的恐怖 完全不为暴躲连打的输出的,非常高了 对要面他的,又有空头啊,而且判定要压制起身的话,非常的强势 很难做出一个对冲的判定 打个跳,那现在拳王剃王只剩下一个暴躲发展,给用了吗? 对方,哎呀,这个波反的 好的,双方同时,触招再次向杀,那现在爆发 要拿下,不是货武了,这里是麦粉抄杀,可以中途再做一个取消 血缝,来喽,血缝之后再接天两天,炸不死 必须追加一下 现在的这场比赛达到已经到了双方的赛点局了 最后一个人同样选的,都是选了两个暴躲 对于发神月来说,他的发神就是代表这个版本的最高的一个水平了 小队方,被防抗一臂,回避 那么现在继续发战制,偷下满两条青嘴之后 接口一化,但是对方出抢反 正龙之间,快去骄傲了 再次发射女跟上去,好在这里 对方已经没有强法了,发射女可以放松的发起 变招 恭喜发射女拿下了这场比赛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